極限跳山可以有幾極限 由43歲的霸姆加特納身上 這一套特製太空衣相信看到一些危端 它是新墨西哥州沙漠 乘坐類似太空船的佳亞倉 由巨型海氣球升上天空 直至39,000米接近太空邊緣的平流層 展開終極一跳 除了全程透過社交網直播 還有50個國家進行電視轉播 最初4分鐘 霸姆加特納以時速1342公里 即是超音速墜落 由太空飛身落地球的狀舉 歷經5年籌備時間 危險在此要少少差錯 人體暴露在氣壓急劇變化下 隨時可能全身血液沸騰加腦袋爆炸 全靠特製的增壓醫保命 霸姆加特納最後安全着陸完成創舉 過程歷時10分鐘 打破了1960年31,300多米的舊紀錄 今次極限挑戰 決定上星期一進行 但就因為太大風而要押後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李康文報導 超音速度